抗爭的能量是很有限 因為為什麼呢? 第一個 支持民進黨的媒體 他覺得你不應該抗爭 你不應該反對 就算是反合我們也有很多理由 那反對民進黨的媒體 他覺得你在管假的 因為你會妥協 我們當時朱大阪家裡有個棒 所以其實他算OK的 是非常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到 你在那種媒體幾乎上市 而且那個年代沒有臉書 也沒有部落格 部落格還剛開始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在那個年代裡面 社運是 你想要從事社運 專業社運 你不想從政 它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那一個時空點 發生了這個勇洋事件 所以就如同朱大排 在這本書裡面87頁所寫的 87頁 因為我們現在是導賭 所以我們還是要 叫你們沒有買 書的人就一定要買 在那邊可以買 87頁裡面 它其實是 是跟你很清楚的去描述 因為當時 朱祖堅介入這個議題的時候 2009年已經政黨魂替了 環保能量又起來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在壓抑之後 再換了一個政權之後 大家就尋起線 可是當時國光石化 你可以被看見 環保的很多地鐵 可是東山的燃蟻廠 很難被看見 因為你到台南市 你要坐車一個多小時 而且又是烏山頭 就是他在東山那邊 所以那個是很難被發現 那74頁裡面 在74頁裡面 你可以看到 因為陳老師 74頁 剛剛87頁 74頁 在74頁你可以描述到 我們想要 比如說你任何社民界 當時可以在北部議題 封起雲湧的任何議題 其實在東山樂社 演蟻廠最關心無效的 因為當時還是民進黨執政 蘇漢這就是民進黨的 明日之心 他怎麼他不支持你 還有包括所有的 台南縣市的議員 都不會站在環保裡面 在這邊 所以陳嘉華老師 是很難做的 所以他 而且他能夠用的方法 都會在74頁 87頁裡面 可以看到 幾乎 不管用 而且用很偏遠 所以 然後呢 那如同89月我這邊描述的 就是 其實整個的環境 是非常不利於這個議題的 但是陳老師很特別 因為他的個性 說機車也很機車 就是 哇 那很執著 因為我當時 我的角色是在 環保聯盟總會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的角色 是應該要讓 民進黨看到 所有的環境議題 所以當時屏東有阿朗里的道 所以當時屏東有阿朗里的道 台南有東山垃圾的馬來場 還有七谷的電池坡 雲林有反巴青 然後呢 彰化有 哇 彰化有那個什麼 失地 或者一路 被告出都有議題 那我的角色呢 就是 想要讓所有的議題 很難做 難做到最後 你看我們還在那個 因為我家當時的住關田 我本來都是農曆臉回家 關田 是回家過年 然後呢 還要關田 然後順便去抗議 去那個 陳水扁 他這樣在發紅包 我們還要偽裝成 去拿紅包 抗議 連這個都做 然後 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這個議題很難被聽到 而且呢 就不通住宿間 他的導演裡面所寫的 根本就聽不懂 因為你們看到 剛剛那個 那個村長介紹的什麼 什麼虛線什麼 我聽到都 聽到我們都會暈倒了 所以 但是呢 但是這麼 這麼難的議題裡面 那個 陳老師的氣而不捨 其實到最後 大家 很多記者 都是感動的 配合 能夠報告 盡量報告 所以 其實那個是經過好幾年的努力 大家才覺得 你們是在晚真 在關田是真的 所以到了 到了那個2008年 我離開 2007年我離開 然後呢 朱淑娟好像是在 現在2008 就離開 2009 2009 對 其實他要離開前年 酝酿很久 因為 因為他也發現到 很苦悶 也很苦悶 就是說 因為當時民黨執政 聯合報還是有 偶爾有些東西是要配合 而且你看 連當時 你看到那個環保局長 那個態度很惡劣 說 你不要再安逸 連我們的法國教務 張國榮 居民跟他下跪 他還說 你不要跟我玩這套 這個 這套對我來講 沒有用 因為民進黨很清楚 你們社運界在玩什麼 那就是下階段的國民黨 慢慢也很清楚 社運界在玩什麼 所以我基本上 在環境運動上 我對兩掌 我都是不客氣的批判 甚至我還是不主張 社運界NGO去重振 但是後來我再發現到 所有的運動過程當中 我覺得台灣所有的運動當中 最後被成功 環境運動 因為經濟過太多 都是有那個非常執著跟瘋狂的人 比如說我們屏東就是 洪飛翔老實話 還有為了阿朗尼古道 台南就是陳家豪 雲林就是張子健 還有屏東 還有你看我們的 灣寶的紅香大姐 他沒有瘋狂 太理性了 太理性了 不是 我最初的方法是說 他就是堅持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圖片裡面 是八十九二十這三張圖 你到最後黑到對 就是說你真的把這項 挖到最後的時候 無所遁形的時候 你暴力就暴力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十八十九二十 學靈靈的圖片 我告訴各位 很多NGO 環保團體 可以媒體上兇巴巴的 可是真正面臨威脅的時候 也會怕 因為他怕不是怕他自己 他是怕他周到的親愛 你懂嗎 有時候自己並不可怕 自己並不害怕 但是你會